其實剛剛很多人在分享的過程裡面 其實有討論到有一部分的人都有提到說 可能也許你在有參與過教會 那你也或者你可能在基督教團體工作 然後說不定在場的各位也有人是基督徒 當我們今天在我們雖然要談婚姻平權 可是今天我們比較稍微聚焦一下主題 主題當然是說互加盟大解密 要談互加盟 我們要談互加盟其實最重要是要從一個比較宗教的角度來看 因為其實剛剛有人提到說是統一教是互加盟的主題是不是 那其實我怎麼一直覺得都是基督教是互加盟的主題這樣 當然它是一個聯盟好像來自於不同的宗教團體 可是如果說就其背後的一些原因的話 我覺得可能在場的你我們不是完全的了解這樣的一個團體 或這樣的一個聯盟它的組成是怎麼來的 或它背後到底帶了什麼樣的一個意識形態 這個意識形態是怎麼去組成的 我覺得當然我們可以透過今天的討論當中 尤其喬瑟芬 他可以來跟大家做很多的分享 那 我想智珍 他也會從一個基督徒的立場 來談 來做一點簡單的回應 其實 雖然我們今天請到智珍 你看它上面是寫領口教會 基督教長老教會的長老 可是大家也不要覺得說 好像 因為現在我覺得某種程度有時候又變成說 不太敢宣誓說自己是基督徒這件事情 在某種同溫層裡面又有這種狀況會出現 因為好像有時候你如果一談了這件事情 即使你是支持這個婚姻平權的立場 有時候還是會覺得 好像有一點 怎麼說 所以 所以我在想說今天其實剛好這個場合裡面 我覺得大家不要擔心說表態這件事情 包含如果本身是個基督徒我覺得也合妨 因為我覺得說 從基督教的立場雖然我了解不多 可是我覺得 基督教談了一個很大的一個就是重點就是愛這件事情 可是對於愛的詮釋是什麼 其實都是人在詮釋 人是誰 人是教會 照理講 我讀聖經 教會是神的教會 而不是人的教會 可是其實我們現在的教會其實就是由人來組成 人就會牽涉到政治 從過去的歷史的發展 當中我們可以看到只要涉及到宗教 宗教 所有宗教出發點都是好的 可是牽涉到人 在裡面的時候 他就會變成一個政治 然後就會變成紛爭 然後嚴重一點會變戰爭 十字軍動 大家都知道 所以可能我覺得說我們對於宗教 對於神學 大概可能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詮釋 可是剛剛很多人提到說為什麼 有人說我們應該要邀請護家盟來到現場 那對於護家盟邀請來到現場 我剛剛也講過 就是說我們看到目前的護家盟在媒體上所宣示所表達 而且他們其實都是用主流媒體 大家有沒有發現 四大報的頭版廣告 可以上電視的廣告 所以一個具有相當大龐大資源的 但是他宣稱他是一個弱勢 對 這個其實在邏輯上也是蠻奇怪 然後當然包含大家在那個Line群組裡面 看到各式各樣的流傳的一些 不是基於事實的一些說法的時候 我覺得如果我們要好好討論沒有問題 可是當我們要討論要基於一個事實來討論 不然你很難說我們要理性 我也知道要理性 可是問題沒有辦法再討論一個事實的前提之下 要怎麼去理性溝通 所以這個是我對於我們包含哲武 要去如果有人建議我們要邀請護家盟 這個是我自己的回應 當然可能也許你問其他哲武的志工 也許大家會有自己的想法 但基於我個人在參與哲學興起舞的過程 我的回應是這樣 所以我不會去邀請護家盟 這個是我簡單的講一下 那我不要浪費太多時間 先把時間交給喬瑟芬 剛剛大家都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護家盟的腦袋到底怎麼回事 我覺得這個部分牽涉到 人心裡面對性這件事情很深的恐懼 因為今天在這裡我們在場的年齡可能都稍微偏低 所以我們相對而言不是在一個太不敢談性這件事情的環境下長大的 但是護家盟的言論之所以有效能夠恐嚇到爸爸媽媽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因為他們抓準了人心裡面對於性這件事情的害怕 我們一般都會發現社會新聞最能夠激起人的討論的最主要的其實也跟性有關 點閱率各方面 然後你去看那個一般的媒體報導的下面的留言 那個最踴躍的然後最千奇百怪的言論一定就是在那些跟性有關的社會新聞下面 所以其實性這件事情到現在為止 某種程度社會仍然把它當成一個禁忌 或者是不知道怎麼去談論它的東西 那同性婚姻這件事情激起了我們過去可能很多人沒有去思考到 或者是沒有去想到性可以走到或者是用什麼樣的方式來呈現 那甚至至今我們仍然會直覺的去區分所謂好的性跟壞的性 比如說有很多人他仍然堅持說這個性必須跟愛相連 這個才是一個好像是一個性的目的 但是在我們漫長的人類的歷史文明跟文化當中 性跟愛相連其實出現的非常晚 性本來的目的並不是愛 那這個其實都是後天的人類社會建構和加上去的東西 可是護家蒙他的確就是利用這種區分 就是告訴你說異性的性是好的性 同性的性因為不能升職因為等等的原因它是壞的 那這樣子的恐懼並不是只有基督徒獨有的 我們的上一輩我們的很多長輩 其實他們心裡面是有這樣子的說不出來的東西 這一次就被護家蒙的整個文宣給溝動了 好那我先我在談這個主題之前 我也先談一下整個犯基督教文化裡面 婚姻到底是一個什麼東西 其實近代的婚姻出現的非常晚 那在犯基督教的裡面 像比如說猶太人猶太教的文化 他們一直到九世紀左右才真正開始 比較落實一夫一妻制 在九世紀以前 猶太人很多都是繼續一夫多妻的 那我在找資料的時候我也發現 尤其是很多研究者他們去翻 中古世紀甚至是更早以前 天主教會留下來的資料 教會在西元二到四世紀之間 曾經留下一些資料是 教會祝福同性的伴侶的紀錄 也就是說同性戀在基督教的歷史上 也不全然是今天我們看到的負面的樣子 那是一直到西元四世紀以後 基督教因為那個時候開了一個大公會議 決定了聖經要選用哪一些書籍 那也在那個時候開始漸漸定下了 今天我們看到的一些教會的傳統的教義 是從那個時候開始的 那那個時候也才有人開始提倡 一夫一妻單偶制 那可是即使四世紀就提倡 教會其實到非常晚 可能再隔了一千年左右 他才開始非常的積極的介入婚姻 他以前根本不太管婚姻是為什麼呢 那個時候發生了歐洲的民族國家漸漸的開始形成 那民族國家在成形的過程當中 王室和貴族的婚姻牽扯到非常現實的政治和經濟利益 所以那個時候教會開始要求說 好那所有的婚姻要由教會來承認 那這個也是讓教會把手伸進政治領域的一個媒介 所以在那個之前你幾乎看不到教會的歷史上 有什麼太多關於婚姻的規定或記載 你甚至也看不到平民百姓去教會結婚 為什麼因為教會不想管你 你平民百姓結婚幹嘛 你又沒有什麼繼承權的問題 你也沒有政治權利轉移的問題 所以不好意思我們不管你 好那我們進到台灣的狀況 台灣很多人第一次意識到教會團體 對於同性戀的態度可能是2011年的珍愛聯盟事件 或者是更晚一點的2013年的互加盟的那一次在凱道的大遊行 但事實上基督教團體開始集結 而且涉入這個所謂性別教育的其實點是在西元1997年他們就開始了 那那個時候是有一連串的因緣際會是 那段時間大概9596年連續兩年之間 台灣的青少年自殺率非常高 連續出了好幾件事 可能因為課業壓力可能因為人際壓力 那其實一般主管機關和校方不願意承認的是 那個時候也有一些同志的孩子 因為不堪壓力不堪人際的霸凌 或者是他知道自己不一樣 但是那個時候的社會並沒有告訴他說 不一樣的人也有機會好好的活到30歲40歲 找到自己所愛的人 然後可以過完精彩的一生 他們可能就在這樣子的壓力和絕望下結束了生命 那那個時候引起教育圈很大的震撼 教育部那時候就發起了一個叫做生命教育的計劃 那時候還有台灣省所以是台灣省教育廳開始做的 那這個生命教育的計劃他們要做的是希望 就是加強學生在課業之外的一些可能對生活 或者是對於抗壓性的這樣的教育的加強 可是呢大部分在體制內的教師沒有時間 或他也不知道怎麼做這件事情 所以教育部就想說那這個對於所謂生命教育的專家 應該是各宗教團體吧 於是他們就外包了 那把這個生命教育外包之後 台灣就開始成立 其實佛教也有組織成立 但最積極的的確是基督教 那個時候連續他們成立了 像是你們現在可能耳熟人像 或在校園裡面 也許你們小時候都上過他們的課 彩虹媽媽生命教育協會 台灣愛家協會 得勝者教育協會 這個背後全部都是教會的資金和教會的團體 他們從1997年就開始進入校園 他們進入校園就用這種 守貞教育、珍愛守門員 這些東西來混沖為性別平等教育 所以他們進入校園的時間是非常久的 而且那個規模之廣 我後來稍微翻一下統計資料 其實我有嚇到 就是現在全台灣 這一些有基督教背景的團體 還沒有踏進去的中小學 大概只有兩成左右 也就是說可能我們有七到八成的學校 都是曾經被這些彩虹媽媽這些協會去教 所謂的生命教育和性別教育 到現在為止 還有六成的學校 在使用他們的教材 跟他們的人員 那為什麼教育部這麼 跟各級學校這麼愛他們呢 因為他們背後有教會的資金 所以他們跟學校說 你們不要擔心 我們來做義工 然後我們教材也自己設計 我們人也自己訓練 你都不用 你只要排時間給我 我就進來幫你教學 那這個對於很多老師來說 是很審視的 所以很多老師 很多家長也不曉得 他們到底在學校幹什麼 就讓他們進來了 所以後來會有2011年的 真愛聯盟事件是 性別平等教育法 在2004年通過之後 這些進入校園的 基督教義工的團體 發現說他們的時數越來越少 甚至很多老師 開始把這樣的時數 分給了真正的性別平等教育團體 然後呢 他們開始在時間上和在教材上 跟這些性別平等教育團體 產生了拉鋸 他們認為 遭了這個教育的戰場 我們節節的退守 所以他們才會在2011年的時候 整個集結出來 發動了一次真愛聯盟 然後去大舉的污名化 整個性別平等教育 再拉回頭一點點 2000年的時候 台灣的教會 因為陳水扁當選 共同成立了一個 國家祈禱早餐會 這個早餐會 也是一個台灣跨教派的平台 而且它其實 從那個時候 它就逐漸醞 醞釀跟累積了後來 互加盟的政治實力 那2000年同樣也是第一次 台北有辦一個台北同萬節的遊行 那個也是第一次我們看到 台灣的教會 跨教派的 不分教派的 第一次有人走上街 反對同志遊行 雖然那一年只有500多個人 但是那是他們第一次出來的遊行 那近來這兩個事件 互加盟的大遊行 跟興旺盟 在去年的參選 我相信大家就是比較熟悉了 那我跟志真哥 就是在2013那一場 1130的遊行當中認識的 為什麼呢? 他們做了一支 很可愛的彩虹的十字架 然後因為那時候的互加盟 連彩虹是什麼都不知道 所以他就讓我們進去了 一路深入到警服門那邊 然後 對那個時候他們真的不知道 彩虹是什麼 然後他們又想說 今天遊行 大家都叫我們不要帶宗教的東西 好不容易有個人 這麼不適項 帶著十字架 我們讓他進去吧 表示我們這個基督的榮耀 所以他們就進去了 那後來那個 他們那支彩虹十字架 佔掉互加盟很大的版面 所以他們還蠻火大的 那個事情就是志真哥他們做的 對 好 那台灣的互加盟 並不是台灣土生土長的原生種 事實上 台灣的互加盟是 美國宗教右派的延伸 我們到現在為止 你在互加盟網站上看到的 大部分的論述跟策略 事實上都是 美國的宗教右派進口 或翻譯過來的東西 那台灣並不是第一個 被美國宗教右派團體 這樣子入侵的國家 韓國、新加坡跟香港都比我們早 而且韓國的互加盟非常的兇悍 韓國的互加盟是 我今天五萬人上街同志大遊行 他就五萬人 站在你同志大遊行的沿線叫囂 所以他們的互加盟是非常非常兇悍 而且韓國的基督徒人口的比例大概佔三成左右 所以在韓國 作為同志的壓力其實遠比在台灣要更艱辛要更大 那為什麼互加盟的這一個思想在 我剛剛講到這幾個國家的行銷都很有效 照理說其實我們沒有基督教文化的土壤 可是我們有一個非常威權的 共同的威權的背景 那個威權讓我們習慣服應權威 習慣要保障舊有的秩序 那這個都是為什麼在韓國 在新加坡 在台灣 還有在香港 這些地方 然後另外一個是儒家文化的傳統 對於家庭這件事情格外的重視 即使今天到了2016年 你還是會聽到長輩們講到同志的時候說 黑白色 因為什麼 不孝有三 不孝有三 無厚為大 到現在為止 在很多長輩們心目中 這個還是他們反對同志很大的一個原因 那我們其實還不是互加盟這種 美國宗教右派的災情最慘重的國家 最慘重的其實是在非洲 最慘重的一個國家叫做烏干達 烏干達 全部都是美國宗教右派的資金和人員 進去訓練 讓他們學習怎麼追殺烏干達的統治運動者 他們甚至一度利用這個跟政治的勢力 讓烏干達的國會通過了一條同性鏈最高可以處於死刑的法律 這一條法律本來都要實行了 後來是在聯合國和國際特赦組織 以及美國國務院等很多政府機關 就是國際的聯合組織的介入跟脅迫下 他們才終於撤銷了這條法律 所以宗教右派的整個攻擊 對於統治的攻擊 尤其是在非洲 那真的不是開玩笑 那是出了很多人命的 好這本書是 宗教右派是香港的信神學社出的 如果你們有興趣了解更清楚的 整個宗教右派 他從社會和政治和經濟面 他怎麼細微的操作跟影響 這本書我蠻推薦大家去找來看 好這一張是我從香港 一個非常有名的反同志的大將叫關啟文 他的部落格上找下來的圖片 這一張圖片非常完美的說明了 宗教右派的家庭觀 一夫一妻 然後核心小家庭生養照顧兒女 好接下來這一張也是 這張圖表達的其實是 美國的宗教右派之所以興起 他們在懷念跟他希望恢復的家庭秩序是什麼 一個美麗的妻子穿得很漂亮 然後呢就是持家烹飪 真的是就是這樣子一個完美的形象 讓你想到20年代 那個那個所謂美國夢的黃金的年代 那就是好像所有的這個美國的家庭 都應該是有一個這樣子車庫啊花園的小洋房 然後一個非常和樂的生活 那右下角這一張圖非常好玩 它是這一次選舉有人去 我忘記是應該不是這一屆 但之前選舉有人去諷刺 美國宗教右派的一張圖片 你看看起來好像是一個很正常的家庭 在後院BBQ對不對 但是你有沒有注意到 爸爸小孩甚至女兒身上拿著槍 然後那個烤肉的盤子是一個 像美國隊長的那個盾牌 那這一張圖片他們開玩笑說 這個就是American dreams 就是諷刺這一群美國南方的白人基督徒 他們心目中的美國夢 還有他們跟這個共和黨 跟這個勇腔團體之間的關係 那這個的確也是 也是他們在政治上的利益的重疊 好 那其實你 我回到剛剛那張圖 這樣子的圖片其實有一個很大的特色 第一個美國宗教右派的特色是白 第二個是中產 這個是它整個橫貫宗教右派的價值觀 那美國宗教右派之所以興起 在歷史上是這幾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兩次世界大戰之後 因為那個時候戰場主要在歐洲 那美國那個時候擔任世界工廠的角色 為了勞動力的需求 大量的婦女開始走出家庭 投入勞動的市場 那這件事情顛覆了以前舊有的 就是婦女留在家裡相父教子的這一個 一個生活的模式 那他們習慣作為職業婦女了 所以戰後很多婦女並沒有回到家庭裡面去 就開始投入職場成為職業婦女 另外再來60年代的美國的民權運動 黑人站出來爭取自己的權利 那個嚴重的動搖了很多美國人心目當中的社會秩序 因為如果是住在我前面那樣子的圖的 美國的家庭 很多人他們終其一生不太需要看到有色人種 他們就是可以在白人的社區 白人的學校開心的過完一生 好像美國是一個白人的國家 是一個沒有顏色的國家 但事實上那並不是事實 那是因為他們用非常多的特權 把有色人種擠壓到他們的視線 生活視線之外 那民權運動帶給這群人非常大的衝擊 那再來70年代美國最高法院做出了一個歷史性的判決 就是他保障婦女在 我記得是在22週還是24週以下 可以選擇墮胎 那這件事情讓教會徹底的槓上了美國政府 因為教會認為說這個是所謂的生命權是不能妥協的 那再來就是美國開始禁止在公立學校有任何禱告或宗教儀式 那因為他們要徹底的落實政教分離這件事情 可是在落實政教分離的過程當中 也因為發生了一些的確是發生了一些比較難堪的衝突 比如說有些基督徒他就為了爭取 他就是堅持我認為美國就是一個基督教立國的國家 你憑什麼不允許我在學校禱告我就是要在學校禱告 那為了執行這個政策 有一些學校他們也沒有辦法 後來他是請警方的人員來處理這樣的事 那當然就留下來一些很難看的畫面 也讓基督徒覺得說我是被 就是我是受到宗教迫害的 所以他們就更覺得不行我們要投入公共政治 我們要開始爭取我們的政治權利 不然的話我們就會在政治的場域節節敗退 我們就不能夠保有我們的宗教自由了 但事實上那個是幻想啦其實 因為你只是不能夠在學校 但是沒有人禁止你在家裡和教會 為什麼要禁止在公立的學校 是請你尊重跟你不同信仰的同學 那在美國那個環境如果95%都是基督徒 你在那邊禱告的時候 你對於一個回教徒或者伊斯蘭教徒 或者一個沒有信仰的人他會不會成為一種群體的壓力 這個其實是為什麼他們要廢止學校禱告的原因 但是基督徒就把它上升成為一種 這是宗教自由的聖戰 好在接下來的包括越戰包括嬉皮運動 經濟上有石油危機 然後那個美國後來又發生了那個恐共的事件 那麥卡錫破害那個共產黨的事情 對那還有一個是 那再來呢就是避孕藥的發明 這件事情也徹底的碰觸到 婦女的解放 過去婦女因為有生育的風險 所以他會被關在家庭裡面 但是避孕要讓他不再擔負生育的風險了 所以他可以走出這個 走出這個過去的這種性別的框架 那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是 其實在70年代 這件事最高法院的判決一出來的時候 美國的新教是沒有聲音的 他們覺得其實還好墮胎就墮胎 而且這是一個我們也是要給一些婦女 就比如說他是因為經濟沒有能力撫養 或者是他是因為性侵才懷孕的 那這個東西我們可能還是要給他一些合法的空間 可是為什麼後來他們決定要反對墮胎 是因為他們那時候開始想要進入政治 那進入政治他需要天主教的幫忙 因為天主教在全世界的政治已經操作了 運作了非常久 他有他舊有的人脈和資金 他有他國會的管道 所以他們為了要跟天主教結盟 就決定不管了我就一律的反墮胎 我就一律把這件事情上升到生命權之爭 好 接下來 1980年代 美國有一個非常有名的總統叫雷根 他開始在選舉的時候 第一次提出了家庭價值這四個字的口號 他提出了這個口號之後 也很聰明的就把美國的這些教會 右派的教會成功的吸納到了共和黨 從此之後美國的這種右派的教會 就成為了共和黨的鐵票 就有點像我們在台灣所謂 看到這些右派勢力用所謂聖戰在形容這樣的戰爭 但後來其實你看我們在局外 我們回顧那一場戰爭的時候 我們就知道它幾乎是一場基於謊言和利益發動的戰爭 可是那個時候他們是怎麼說的呢 他們說我們要為小布希總統迫切的禱告 因為這場戰爭會幫助勢力 伊斯蘭教的勢力是連於邪靈連於撒旦的 這個邪靈這個撒旦的勢力被破除了之後 福音才有辦法傳到這些回教國家去 所以他們是用這樣的宣傳手法和這樣的方式 在鼓勵跟支持那樣的一場戰爭 那後來因為那個事件的成功 他們真的成功的取得了很多美國人的信任 所以他們決定脫離共和黨 有一群人決定脫離共和黨出來成立查黨 那這是一個非常偏激 而且有非常明顯基督教背景跟色彩的政黨 他們在那一年成功的擠掉了很多美國共和黨 有三四十年國會議員資歷的比較走溫和路線 願意進行兩黨合作的議員的席次 這個也是後來能夠造就川普在共和黨崛起很大的一個原因 因為大家發現溫和沒有用 走兩黨政治沒有用 我操弄民心才是一個最快能夠取得政治權利和支持的方式 好但是真正到了川普出來選的時候 美國的這些右派的教會也開始有一些進退失據跟難堪的感覺 因為過去所有的共和黨候選人 不管再怎麼樣的 不管再怎麼樣他起碼有一個 一個外 就是起碼他講話有一定的正直 他不會講出那種非常歧視性或非常對女性不禮貌的語言 可是川普講了 所以這些教會突然開始就發現說 我們好像要支持這個候選人 有一點糗 就是他都去講說 我是一個名人 所以可以隨便抓女性的下體 這種話都講出來的時候 我作為教會 我作為講性道德的教會 我要怎麼樣去支持這樣的一個總統候選人 所以美國後來在川普最後競選活動的最後應該是最後一個月吧 有一些原本是共和黨鐵票的教會 有出來發聲明說譴責他的這個說法跟行為 這個是最近的一個很有趣的發展 好 那對於美國宗教右派來說 他基本上他相信西方文明的衰敗的兇手是自由主義 他認為這個整個自由的思潮帶動了性解放啊 墮胎啊然後那個避孕藥啊這些東西 那讓整個社會走向更墮落 那所以呢他們認為要對抗這種自由主義 必須重返基督信仰的基本交易派 也就是現在你看你會看到 護家蒙很多說詞背後 其實是他的基督信仰的基本交易 他不給你挑戰不給你動搖 而那個東西因為不給你挑戰 所以他只好用一個好像理性 但是你一看也照很愚蠢的包裝講出來 那最可怕的是他們發展出了一種 反公共也反神學的公共神學 他在他宣稱基督徒應該以信仰的觀念來關心社會 但是他所做的其實是把一種個人的道德觀 跟個人的價值選擇強加在社會政策上面 那甚至他是非常反對就是 他們會反對很多政府的福利政策 他認為那個東西不是重要的 你這樣是讓人懶惰 那我們該做的是重新回去強調美國人 那種過去勤勞啊勤肯啊愛國等等的精神 他跟政治意識形態和宗教意識形態完美的合在一起 那他不願意去談任何普世人權的東西 所以我說他是反公共的神學 他把整個神學和整個政策通通化約成個人的道德的是非題 也因為他能用這樣子的話約 所以他的確他成功的主導了過去30年來 每一次美國大選當中的道德議題 如果你有注意過美國的政治 你會覺得為什麼美國每一次總統選舉一定會談到幾個議題 你贊不贊成多胎 你贊不贊成同性婚姻 一定要去談 尤其是總統大選的候選人 他一定會被迫對於這些議題表態 國會議員也是 那他們真的成功的主導過去30年美國在政治選舉上所謂的道德的議題 然後開始跟共和黨的保守派依附相聲 而且就像我前面講的他們在小布希總統那一場對伊拉克的戰爭 將整個阿富汗戰爭轉化成為單純的這個政協之戰的盛戰 那其實有一個背景很有很有趣 就是過去曾經領導北方打贏南北戰爭解放黑奴的林肯總統 其實是共和黨的 那時候反對的是南方的民主黨 可是南方的民主黨在兩次世界大戰尤其是羅斯福總統提出新政之後 民主黨漸漸開始成為了一個重視社會福利 然後好像為勞工和藍領階級代言的政黨 那共和黨在失去他的傳統的選民的時候 他漸漸就想說尤其是雷根那個時候想 我們要怎麼樣再把這個鐵票弄回來 也是他推出家庭價值 然後開始讓共和黨的勢力跟保守教會結合的很大的原因 社會上呢 因為所有我剛剛提到前面的那些 包括民權運動這些都衝擊到傳統對於美國夢的想像 美國夢不再是白的 不再是我們白人的世界 不再是我們過去以為的那樣子的秩序 然後整個結構也受到重大的挑戰 尤其是他們認為這些民主黨自由派的華府的政治精英 完全不了解我們的感受 而且這群人非常的沒有道德非常的放縱 都不遵循基督教的價值觀 這個就是他們決定要在政治上集結 然後去做反抗的原因 好 右派教會在行程當中 他們也利用教會的信仰 曾經用教會的信仰來捍衛種族隔離 這個是過去就曾經做過的事情 那墮胎權開始觸動了 我剛剛講 教會真的非常對性這件事情非常的敏感 所以墮胎是一個攤頭寶 開啟對抗性解放 那共和黨的家庭價值又結合了這一群人 對於舊日懷念的這個末世觀 那基督教有一群人 他的末世觀是非常有趣的 他認為說世界就會逐線的走向越來越墮落 然後隨著世界的墮落跟敗壞 耶穌就會再回來 這個事局就會終結了 然後我們就會信耶穌的人就會被帶到天堂 所以他們非常的熱衷要傳播自己的理念 也積極的向海外做這樣子的宣教 可是他們一面在期待耶穌再來的同時 他又非常的提倡個人要因為信耶穌有持守信仰 有好的道德的表現 那個道德其實大部分說穿了都跟信有關 那他又不是把這些道德留在教會的門裡面 而是他希望大家都可以跟他來一起遵守這種東西 美國宗教右派最主要的組成是 以下這三種教會 福音派 新興教派 跟靈恩運動的教會 那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特色 就是如果有人涉入過教會活動的話 你會知道這些教會強調什麼 說方言說預言行神機其事一病幹鬼 如果有人去過他們的教會或看過他們祷告的方式 你就會知道說好像有點奇怪 他們怎麼在發出一堆喉嚨裡面出來的怪音啊 人都聽不懂的語言 那個東西他們稱為方言 然後呢他們可能會開那個特會 醫治長短腳或醫治穴子這種事情 然後把手按在你身上禱告說你的疾病會好 那他們也用這些方法折磨過非常多 發現自己的性傾向的同志基督徒 真的有些是被關起來 我知道最長的例子是被關起來七天 一直對他驅魔禱告 他們就認定同性戀是邪靈所附身 他不相信任何醫學的解釋或科學的解釋 他堅持認為那個就是要對抗的惡靈 那這樣的情形其實是讓人是非常遺憾也非常沮喪的 因為為什麼他們利用的這一套東西 所謂的靈恩 事實上歷史上的靈恩運動 曾經發生過有歷史記載的 都是發生在底層人民的信仰運動當中 比如說美國的黑奴 他們真的是可能是被那個生活的困苦逼到一個絕境 那黑人當中曾經發生過靈恩運動 那個那一次靈恩運動的遺產 是後來我們聽到美國的R&B音樂 那個其實是前身是靈恩運動留下來的黑人靈歌 後來留下來的黑人搖滾的風格 那像是英國的礦工 比如說John Wesley他們在英國 那個也是那群礦工是今天進去也不知道明天能不能出來的 這樣子一個非常艱困的生活環境 所謂的靈恩給了他們一種活下去的尊嚴跟喜樂 那個東西是很真實的信仰的力量 包括拉丁美洲 後來他們拉丁美洲的靈恩運動 也帶來了歷史上很有名的解放神學 那這邊我先不多說我先跳過去 可是到了19大概7080年代以後 在美國教會興起的他們稱為第三波靈恩運動 這個第三波靈恩運動的 參加的分子幾乎都是中產階級 有錢人 然後城市裡面的這些新興的 這個有錢的階級 那它其實是一種被人工塑造出來的 甚至是運用了很多心理學的技巧 團體動力經營的技巧 因為在那樣子的群體的聚會裡面 它用音樂的感覺 用這個禱告的語調 然後你看著身邊的人的那種陶醉 它可能產生一種集體催眠的作用 讓你覺得好像是有什麼東西 就是真的領導我們有聖靈領導這樣子 那我必須說作為一個信仰者 我不否認我也不排除 這世界上有真的靈恩的經驗 我去巴西參訪過他們的教會 那邊一個很窮困的鄉下的小教會 他們每一年是要進那個亞馬遜叢林裡面 去找一些這個原始的部落 然後去送一些補給品或者是醫療的用品 可是那裡面的部落因為語言真的太多 那整個路程當中有時候也的確是會有一些各種的意外 那他們在那樣子的過程當中 可能帶的翻譯並不是 剛好不是講那個部落的語言 可是彼此有一些醫療的緊急的狀況 突然有人在禱告之後 講出了那個部落的語言 那這是他們分享的經驗 這不是我個人的經驗 可是如果在那樣子的狀況之下 作為一個信仰者我不能夠排除說世界上 偶爾會有這樣的神機發生 但是這樣的神機絕對不是為了讓一群在都市的中產階級 給自我陶醉跟自我感覺良好 然後覺得我受了聖靈的充滿 從此高人一等 絕對不是 聖經上記載的靈恩的效應也同來就不是這麼一回事 可是這群基督徒他們所使用的靈恩運動 不只是人工的 甚至逐漸就形成了對很多人的迫害 那這樣的教會往往講究牧者的權威 講究成功的神學 什麼是成功的神學 是說我們因為是信基督徒的 我們是基督徒的關係 所以上帝一定會賜我們在這個世界上 福樂平安跟成就 所以這樣的教會非常容易吸引中產階級跟企業家 那也就讓這些美國宗教右派的教會越來越大 越來越多中產階級也越來越有錢 我覺得最可怕的是最後一點 他們這些年尤其是這20年左右一直在推猶太的文化 他們把自己逐漸的塑造成所謂屬靈的以色列人 為什麼要這樣講呢 因為在聖經的舊約時代 只有猶太人可以來信上帝 只有猶太人是上帝的選民 那今天不一樣 今天是所有百姓都可以 所以他們叫做我們通通都是屬靈的以色列人 意思是說每一個來信了耶穌的人都可以成為上帝的選民 可是他們把這樣子一個身份操作成了一種新的種族主義 因為我今天已經不能夠再明目張膽的歧視黑人 那我還是需要讓我的會眾 我的跟隨者有一種優越感 覺得自己高於其他人的那個感受 那個尊嚴 那個尊嚴從哪裡來 從他們操作這個新的種族主義 把基督徒團體變成一個特別的團體 高於一般眾人的團體 用這樣子的心態 那造成 其實也造成 為什麼後來你們會發現說 他們總是用一種高高在上的態度 出來跟社會溝通 因為他心裡面就真的相信 我們是上帝的兒女 我們是王子 我們是公主 我當然高你一等啊 剛剛前面有人問說 台灣的互加盟好像是統一教 台灣現在你看到互加盟裡面 的確最常出來發言的是那個統一教的秘書長 張手一對不對 但是事實上他背後的經主跟整個行程的過程 都是基督徒團體在操控的 他們那個時候的開會的總部 就在台北的台灣大學 新生南路側門那一棟台北真理堂 他們其實都在那裡開會 那你今天會看到好像只剩張手一 出來發言的原因是因為 他們為了2015年2016年這個選舉 已經把整個重心包括錢 其實都移到信心希望聯盟去了 互加盟現在呢就是一個空殼 然後他們就放著張手一在那邊 做一些最荒謬的言論 有點像是用最激進的言論來掩護他們 實質在後面做的政治動員的這種感覺 但事實上互加盟現在已經是空殼 可是為什麼我們還是要談互加盟的原因 是因為他已經是社會上的共同的印象了 你今天要講互加盟跟基督教沒關 也沒有人會相信 而且事實上也是事實 連當時互加盟在募款的帳戶都是那個 我記得沒錯的話應該都是台北真理堂的帳戶 在代收這些互加盟的募款的資金 美國宗教右派是怎麼進入台灣的 是在1980年代末期 那時候有一些留學美國的學生陸陸續續 他們在美國的教會 接受了這種第三波靈恩的教育 所以把這樣的教育帶回來台灣 那個時候其實台灣也面對社會的快速變遷 所以很多教會大量的流失年輕的人口 大家都在想怎麼辦 因為教會人越來越少 現在沒有人要去教會 因為去教會很無聊 那他們就接受了這一群 從美國回來的人帶來的敬拜讚美的音樂 那敬拜讚美的確有點像搖滾演唱會的那種 那種唱詩的感覺 敬拜的感覺 不是那種傳統的詩班 所以這樣子的形式 讓年輕人漸漸的又願意回到教會 那人回來了 錢當然就回來了 所以有越來越多的教會 就加入了這個敬拜讚美的風潮 然後呢 因為 敬拜讚美也逐漸的改變了這些教會的體質 接下來1990年代開始 這一群留學生就開始開創敬拜的訓練 而且這群留學生其實他們背後 往往也是台灣中小企業的孩子 所以他們是有一定經濟實力的 他們就用自己的經濟實力去供養 這樣子的敬拜的訓練 然後辦這些意志釋放的特會啊 西海岸步行帶導 西海岸步行帶導 這件事情很好玩 你知道他們每一年都跟著媽祖遶境嗎 他們每一年都跟著媽祖遶境 然後在後面禱告 因為他們相信 他們真的相信這叫做屬林戰爭 他要破除那個媽祖的邪靈 然後讓福音可以傳到西海岸的人民 所以他們真的每一年都默默的跟著媽祖遶境 那很 而且他們每一年都在宣傳說 因為我們這樣子遶境 所以這個遶境的活動一年比一年衰弱 可是事實上我們知道這沒有一年比一年衰弱 甚至一年比一年大 到現在應該是全世界最大的三大的宗教活動之一 好這就是他們跟著做的事情 可是西海岸步行帶導這件事情 不是只有你表面上看到的這個愚蠢 不是只有這個行動而已 他隨著行動 他一站一站 一個鄉鎮一個鄉鎮去拜訪那些鄉鎮裡面 弱小的生存困難的教會 告訴他 你來我教你怎麼敬拜讚美 我教你怎麼吸引年輕人進來教會 一步一步一步的他們的勢力是這樣子推進的 他用錢用人去供養這些有缺乏的小教會 那慢慢慢慢你說拿人就是手短 所以當他要出來做任何的政治行動的號召的時候 這些人理所當然就會是他的盟友 跟他潛在的可以動員的對象 那這一群人很有趣的是 你們有沒有聽說過過去在台灣的教會界有所謂 國語教派跟長老教派之分 長老教會之分 是因為在台灣只有長老教會跟天主教算是原生種 就是他們在一百多年之前來到台灣宣教之後 慢慢發展出了屬於本土的神學和本土的特色 可是台灣其他另外一派除了天主教和長老教會之外 你看到的所有教會的招牌都是1949年跟著國民黨來到台灣的 所以很自然的他的族群他的信仰族群 他的政治信念 他的政治認同的信念 會很自然的更傾向中國一些 那這一群人結合了自身的政治認同 就一直在教會界鼓吹這個所謂對中國宣教的意向 那這個對中國宣教他是怎麼講的呢 就是我前面講過他們相信說有一個世界末日 這個世界末日要來有一個條件是有大量的猶太人改信耶穌 但是一直以來猶太人是不願意接受這個信仰 他們有他們的猶太教信得好好的 所以他們就認為說中國人是跟猶太人很相似的民族 都很會做生意啊都很講究家庭傳統等等等等的 所以中國人非常的適合去跟猶太人傳福音 那台灣人呢又很能夠理解中國人 所以我們去跟中國人傳福音 讓中國人把福音傳給猶太人 然後耶穌就會再回來了 好這個就是他們在教會裡面不知不覺的用 用一個很重大的使命 來包裝跟掩藏自己的政治的意識形態 而很多的教會很多的信眾 也就這樣子跟著不知不覺的就過去了 這個東西不是只有對國語教會有效 連很多掌藏教會都不知不覺的吃了這一套 就一點一點一點的把這個東西就吃下來 然後很多掌藏教會你今天走進去 看不出是掌藏教會的感覺 你會覺得你就是走進了一間叉叉靈良堂 叉叉驚奇教會 那個整個講道啊整個禮拜的那個就是 通通都長得像麥當勞一樣 我說麥當勞是因為他們都從美國那一套思想 引進來然後那個聚會的模式 那這一群人一邊推中國宣教的意向 一邊他們在思想上連結的是最右翼跟最右太化的 美國宗教右派的這一群 也包括台灣非常推崇的 其中有幾個這個美國或北美甚至有加拿大的 這個右派的教會的組織 就是直接涉入烏干達的事件 直接涉入當地一些同志領袖被暗殺的事件 或者是推動那個修法的這一些教會 好那他們利用的每一屆是地區的聯導會 和各地的基督教協進會 這個有點像是他們在運作的平台 剛剛我講的他們是每一年跟著去禱告嘛 禱告完了之後認識了當地的人 就來說來來來我們成立一個地區聯導會 地區聯導會我們這些有錢的大教會出錢 小教會的這些侍奉者或者是牧師你們就來 反正免費的吃喝 你當一個這個交際應酬娛樂也好 那來我們就慢慢的聯絡感情 聯絡感情我就跟你講說 有什麼新的訓練可以參加有什麼新的特會 那你每一個禮拜準備講到很累吧 來我給你一本書 這個參考一下你也可以參考這個東西講到 慢慢慢慢的這些教會的體質 就漸漸的被這樣子的手段改變 那一度這個台北靈良堂跟周神柱牧師 在這樣子運動當中有點被推成共主的味道 所以現在有很多同志都心裡面都還非常 氣台北靈良堂這間教會 他們也包括很有名的去那個大安森林公園的媽祖像 非常波分的事件也是台北靈良堂做出來的 那他們在這個整個活動當中 因為靈良堂真的是一個經濟力非常雄厚的 它裡面幾乎都是醫生律師大學教授 這樣子的組成或者是企業家 所以他們可以花很多的錢去幫助或收買小教會 那接下來他們就陸續用這些基督教的信徒的奉獻 成立了好消息頻道 國度復興報 基督新報 基督教論壇報 台灣醒報 風向新聞 基督教近日報 這些全部通通都是基督教的媒體 你現在看到很多護家盟的錯誤資訊 也都是從這些媒體散發出來的 為什麼他們會開始做護家盟這件事情 我覺得跟武林盟主這個角色是有關係的 因為很實際的 誰能夠搶到那個大的位子 誰搶到麥克風 誰搶到發言權 背後代表著實際的會有數的增加 跟經濟的實力會進來 所以周神柱牧師開始年老了之後 台北真理堂就開了第一槍 他以非常高額的預算挖角了走出埃及的團隊 走出埃及是基督教內非常有名的一個宣稱 他可以治療同性戀者的組織 那雖然美國的走出埃及已經放棄 已經把整個機構都關了 也公開的道歉承認說這件事情沒有效 但是到今天為止台灣的走出埃及仍然在運作 那因為他們現在也知道說有一些衛生主管機關的相關法則 所以他不敢宣稱說我一定可以治療 可是如果你去他們還是會有類似的希望你改變或矯正的舉動 那如果你真的不行 他會說那你就過一個聖節的生活 什麼叫做聖節的生活呢 就是終生不要有性行為 這樣子你不用改變你的性向也沒關係 耶穌還是會原諒你 好那走出埃及其實在台北靈良堂待了非常久的時間 靈良堂每一年給他的是七位數的奉獻 絕對不是一百 那他等於說走出埃及這個組織在台北靈良堂待著的時間 他不用走出去募款就已經有非常雄厚的資金 那個可能是不曉得多少NGO的年度預算幾年的年度預算 而且他還到處去募款喔 也就是說他不用做任何事情 靈良堂就給他這樣的預算 那真理堂就說來吧你們的團隊就來吧 我給你更多 所以走出埃及的團隊跟齊民這些人 後來就去了從台北靈良堂轉移到了台北真理堂 然後他們就以台北真理堂作為基地發動了2011年的珍愛聯盟的事件 開始干預性別平等教育的教材 那另外一個教會是新生命小組教會 這個在台北仁愛圓環那邊 他們呢就是一個專門鎖定演藝工作跟演藝人員的 像是什麼黃美珍啊 然後糟糕我 劉根宏還有另外一個原住民歌手也參加過那個 梁文英對他們通通在新生命小組教會 然後新生命小組教會每一個禮拜就跟藝人演唱會一樣 你走進去你分不清楚你今天是來做禮拜還是來聽演唱會 可是他們很可怕 因為他這樣子的一個禮拜的形式 所以他吸引了非常驚人的大量的年輕人去投入他們教會去做禮拜 而且因為他有錢 所以他教會裡面常常買很多最新的燈光的設備 音響的設備攝影的器材 然後呢他來讓說這些年輕人我教你一技之長 教了你這些操控的技能之後 你們就去電視台找工作 所以現在非常可怕的是台灣的電視工作 新聞工作的幕後工作者 有非常高比例是新生命小組教會訓練出來的 專業從業人員跟基督徒 那我最近最大的一個噩夢是他們最新網羅的這一支叫做周杰倫 周杰倫公開的在最近他這一次小巨蛋的演唱會上 談他的信仰 我真的祈禱他到這樣就好 千萬不要公開講出任何對於同志的想法 不然那個真的會很傷 可是你知道新生命小組教會花了十年的時間去陪周杰倫的媽媽 然後才終於慢慢慢慢把周杰倫網羅道 另外我再講兩個例子 士林聯娘堂跟新電行道會 這兩間原本也不是什麼太大的教會 人數大概就落在一百多人上下 也是很老的教會 可是因為他們這些年在真愛聯盟 或者在這些所謂捍衛家庭價值這樣子的戰役當中 真的表現得非常非常的傑出 所以士林聯娘堂現在的這個新堂 在北投還是士林捷運站旁邊的樣子 對他那一塊地光地的地價就是兩億台幣 他們教會的企業家 二話不說一張支票簽了買單 新電行道會原本也是一個這樣子的中小型的教會 並不大 張茂松原來並不有名 他也是在這樣的事件當中 勇往直前一馬當先衝在很前面 他得到的是什麼 他們在新電美和市 那個有閉案的那個美和市 建了一個新堂 那個新堂造價接近十億台幣 其中有一半也是這一群企業家直接奉獻買掉的 而這一群企業家原本是士林聯娘堂的會友喔 他幫一個不是自己的教會花了這麼多錢 那這件事情告訴我們什麼呢 你搞家庭價值表現得好 你是能夠得到更多的奉獻的 十億的一間教會 這麼有錢的一間教會 你現在就知道為什麼他們買廣告完全不手軟 好 現在他們稱 他們自己在做的事情叫做第四波靈恩運動 他們要做的是基督徒要為上帝在地上掌權 所以為什麼他們會積極的進攻媒體跟政治教育產業 然後你看他們提出了一個口號叫做奪回七大山頭 他認為這個七大山頭通通拿回來 就可以讓整個國家等於是基督教國家 最好這個國家就可以照著基督教徒的道德跟標準在運作 所以他要求信徒積極的去參與媒體 政府教育經濟娛樂藝術宗教文化和家庭 這七個部分他們稱為七大山頭 而且是非常細密的分工 你略為可以發現每一間教會他在主公的項目是不一樣的 他們這樣子的整個措施其實是非常可怕 尤其是其實即使他們不特別的去做這件事情 本來在台灣的軍公教裡頭就有高比例的基督徒了 所以其實他們在政府裡面的影響力可以一直的這麼大 甚至他們是非常有信心的會覺得說 我們可以去干預地方中小學的性貧教育 是因為他們認為反正教育局 反正縣政府裡面有我們的人 這個地方是台中 所以我也想要講一個很悲傷的例子 台中有一間非常大的叫旌旗教會 旌旗教會其實讓我很驚訝的是 旌旗教會裡面其實有高比例的 蠻多就是旌旗教會裡面其實有 不能說高比例的 但是他的同志基督徒的人數還蠻多的 可是他們就曾經被動員去參加過1130的互加盟大遊行 而且他們在這樣子的教會裡面 他也真的完全讓自己的頭腦接受這樣子的價值 所以當我們有人去問說 你們自己明明曉得是同志的身份 甚至你們當中還有同志的couple 你們為什麼還願意去參加這樣子的遊行 那他們會覺得他們的回答是他認為 我的這個同志身份就跟天生的殘缺一樣 我本來就不配得完整的人權 教會的對我的教育跟規勸是對的 所以我們要去反對同志婚姻 這真的是我聽到非常非常悲慘的例子 那這也是宗教能夠對整個人的價值產生的 我聽過最悲傷的破壞 這個也是很多那種 像台灣神學院的錢玉芬老師 或者是走出埃及的這些人 他們為什麼可以一再的宣稱 同志是可以治療的是可以回轉的 是因為教會裡面的確有一群人 願意接受整套洗腦的價值觀 然後擺下自己的身份 那我覺得當然每個人有每個人的選擇 如果你認為你的信仰比你的信像的認同重要 fine 這個沒有關係 可是這是你的選擇 你不應該期待每一個同志都做同樣的選擇 好 接下來我們看一個數字 這些教會在信道德上面的確動員是有效的 最近這兩次台灣教會跟教室報告 還有基督徒人口的普查 近五年來犯基督教的人口 其實已經突破5% 達到146萬人 如果加上天主教的人數 其實是已經接近台灣人口的7% 在2005年到2015年這10年當中 這個數字是成長了兩倍 而這個成長大部分都發生在2011到2015年之間 成長在這些出來打互加盟戰爭 或珍愛聯盟戰爭的這些新興教會裡面 他們總共成長了20萬的人口 那我特別仔細看了一下這一次的那個教室普查的報告 台北的大安區文山區還有桃園 台中有一些選區高雄有一些選區 射擊在這些選區的基督徒的人口比例是接近10%的 也就是說這些選區你等著看 2018年他們一定會推出自己的市議員的候選人 因為以這個比例來說 他們要選上立委也許有一點困難 但是要選上市議員是完全很有把握的 為什麼他們要去選市議員 因為在市議會裡面 他就可以去質詢教育局 然後就可以去以議員的身份壓迫學校 禁止這個性別平等的教育 你換算一下20萬這個選票數其實很可怕 然後20萬新多出來的20萬人 你教會有沒有聽說 你們有沒有聽說教會有11奉獻 就是我每個月的薪水10%是固定奉獻給教會的 這20萬人的11奉獻是多少你想想看 好性議題真的對於基督教來說是最可怕的洪水猛獻 這個部分我開頭的時候已經講過了 他真的是從成功的動員了中產階級的危機感 他們覺得說 因為他們真的對性還有老一輩的觀念 覺得性不是一個可以解放或可以隨便的事 所以對他們來說這個東西的確是深深的打到他們 光是幻想 我真的是覺得那個真的是幻想 但他們真的會這樣幻想 就我們的孩子在校園裡面 因為性別平等教育 所以都偷偷摸摸地躲在廁所或保健室 不曉得做什麼事情 這個是父母做父母的人心裡面很深的恐懼 也就是為什麼那個東西明明那麼離譜 你一看就知道離譜在哪裡的 但是你的爸爸媽媽會相信 因為你的爸爸媽媽擔心你受傷 擔心你受害 而且擔心你不再是處男或不再是處女 尤其是如果生到女兒的這件事情 我們必須面對女性在於性這件事情上的道德禁錮 跟社會禁錮還是遠超過男性的 好我稍微談一下教會傳統當中的性觀念是什麼 我們很多人都認為教會的這個所謂婚姻跟性的觀念 就是性是為了生殖而存在 必須在婚姻之內 然後一夫一妻一生一世 是這個很多教會在提出來的 可是事實上是基督教根本就沒有一套統一的性觀念 至少你沒有辦法從聖經文本歸納 因為聖經裡面每一個有名的人物 你說這個以色列人的祖先亞伯拉罕 他娶了兩個妻 亞伯拉罕至少娶了四個老婆吧 你怎麼一夫一妻 四個還是三個 三個 三個對 他娶了三個 然後大衛王更不要說了 他不只有後宮 他還為了漂亮的女生去殺了他的這個部下的這個五官 然後去搶了人家的太太 所羅門那個後宮可能超過上千人 所以你到底怎麼跟我說 然後猶太人的社會裡面 也不是一夫一妻 一生一世 忠實到底的 所以你很難從聖經本身的文本去歸納 那連耶穌的媽媽瑪利亞都是未婚懷孕的啊 這是事實啊 真的啊 所以你怎麼去講說 到底聖經裡面的婚姻跟價值觀可以歸納出這八個字 一夫一妻一生一世 不可能你不可能從文本去做出這樣的考量 而且其實信本來對基督教來說並不是很很重要的議題 會重要的是我剛剛提的四世紀的時候他們召開了一個大公會議 那有人如果看過達文西密碼 你就知道那個大公會議是怎麼樣 鬥爭然後才決定現在你拿到手上新教手上這66卷書而形成的新約聖經 那個是鬥爭掉了很多他們不要的東西 那也因為那個時候教會的組織跟結構要成形 所以他開始在信這件事情上有所規範 那那個時候這一群決定聖經的教父們就認為說 信高潮的時候人會失去對自我控制的能力 所以他們認為信高潮的存在是這個創世紀裡面講的人類原罪的證據 那為了這個原罪所以呢 信只有透過生育才能夠救贖這個信 救贖這個信的罪 好 所以那個時候教父曾經講過這個話 我相信很多女性看到這個東西會抓狂 但他們認真的 他們認為強姦的罪可以比手贏來的輕 因為如果你去性侵犯一個人 對方還有機會受孕 但是如果你自衛就沒有了 就浪費了 所以如果你去侵犯對方 你只是得罪一個人 你跟他道歉就好 而且過去的猶太人的慣例是 你可以選擇把他取回家 那你就不犯罪 到現在前一陣子土耳其還提這個法律 有沒有人看到 就是說如果是你娶對方到婚姻裡面 我們這個性侵的罪就不罰 所以那個時候他們對於女女之間的性行為並沒有評價 因為對他來說性這件事情一定是需要男性的器官才能夠構成跟存在的 所以女女之間不好意思我們不叫那個是性行為 那這個也有一個我也曾經講過一個很真實的笑話 就是說還好那個時候教父們不知道女性有排卵期這件事 因為他們那個時候對於生殖的觀念就是男性進入女性的身體 然後呢 女性的子宮就會長出一個小孩 他們不知道女性有卵子 這是真的 那時候的醫學並不知道女性有卵子 如果他們知道女性有排卵期跟卵子的話 他們應該會嚴格的禁止說 每一對夫妻就只有在女性排卵期那個時間才能做 那婚姻生活樂趣已經很少了 你還要禁止到這個程度就 對 可是我也必須說 這種對於欲望跟禁欲的要求 不是只有基督教獨有的 很多文明裡面 都會害怕性的力量 尤其是性能夠帶給人的解放跟自由的感覺 所以越高度的文明 我們都看得到對這個性的控制的這個痕跡 所以 為什麼我們跟互加盟難以溝通 是因為 對於他們來說 神權高過人權 所以 你跟他講什麼 他只要搬出聖經 就據點了 因為他不跟你講 他就是說 這就是我的信仰說的 然後對於他們來說 不道德的事情 是沒有資格講人權的 所以他在教義上 把同性戀者 貶為不道德 那不道德的 我們就沒有再跟你講人權 好 接下來我們想要進入互加盟的本質 我要加快了 因為我已經超時了 那個 互加盟的本質 我 其實很 試著要告訴社會大眾 互加盟 我講的東西 他是內在的恐懼 所以他並不是信仰 不是年齡 不是學歷 不是你的性別或性傾向 而是 我們對於人生信念的差距 如果你是一個對於秩序 對於穩定 高度可求的人 你就有潛力 被互加盟網羅 如果你重視這個穩定 重視這個秩序 超過人類的自由 超過他者的受苦 超過他者被歧視的苦難 你就有潛力 成為一個互加盟 我認為其實台灣 一直到了婚姻平權 這個議題 才真正展現出 生活價值的衝撞 因為以前我們朝統獨議題 可是不管統或獨 你都會發現 有的人獨立的概念 也是在一種非常威權 而且非常民主主義 事下的獨立 他的獨立 跟自由和解放 並不那麼有關係 他想要的只是 你白是台灣人 我要台灣人做主 就是這種心態 那這個心態 跟民主有沒有關係 其實是沒有關係的 那我們一直要到了 這樣子近代的議題 比如說廢死 到了婚姻平權 台灣的社會 才真正產生了 這兩種價值觀的衝撞 這種價值觀 為什麼有些人會去選擇 這樣子的價值觀 也因為他可能本來 他就是在一個 父權的體系下的得利者 這樣子的教育也好 這樣子一夫一妻的 異性戀的生活也好 都是有助於過去 他的父權家庭的利益 繼續維持的 你們通通跑出去解放了 我回家沒有人燒飯煮菜給我吃 我回家沒有人洗我的髒襪子 這個是 其實是很多人背後沒有說出口 但是那個跟內心的恐懼是深切結合的 而且我也發現一些人 到了接近中年的時候 本來他們年輕的時候 也參加過社會運動 但他到了中年 就突然變成互加盟了 包括我自己的朋友也有 從小一起長大很要好 甚至到了達文西密碼的時候 我們都還可以談 說如果聖經是這樣子被政治運作形成的 那我們要怎麼重新的看待聖經 我們是不是應該要有不同的觀點 然後不要把 不要把聖經當成一個絕對的權威 那時候都還可以談喔 但是當他進入婚姻 生了兩個可愛的孩子 他為了孩子他會有恐懼 他會希望未來是可以控制的 如果不能控制 我怎麼有信心在這樣的環境裡面養育孩子 所以他現在是一個 成為了一個堅定的互加盟 那這種害怕的心態 不願意離開舒適圈的心態 也包括我們說 有時候臉書會造就同溫層 我們自己離開同溫層 去看到那樣子不同的言論 我們也是不舒服的 那何況這一群被恐懼所驅動的人 所以為什麼這一次 從教會製造出來的言論 遠遠超越了所教徒的同溫層 而到很多家長和很多跟基督教 根本沒有任何牽扯關係的 他們都會願意去轉發 去相信去散佈這樣的訊息 那個跟人深層的恐懼 和希望對未來的控制是有關係的 而且那個背後的心態也包括說 他是希望女性能夠回歸一個傳統的家庭角色 所以我經常會在演講的時候 跟尤其是在場的異性戀女性們說 互加盟的目標絕對不只是同志 宗教右派終極的目標 是要把你塞回家庭裡面相夫教子 做一個會走路的孵蛋器 所以真的 身為一個異性戀女性 我們真的如果不想要回去過那樣子的父權的日子 我們真的要站出來支持同志們 接下來我要很快的談一下基督教義的部分 但是我不想要進入聖經的辯論 那這一張是我非常喜歡的一張圖片 這個是重新故意去詮釋那個米開朗基羅的最後的晚餐 可是這是一群酷兒們 非常非常酷的那個 然後耶穌也是穿個裙子穿個高跟鞋 非常然後皮衣淨裝有沒有 如果有一天 我們能夠讓這樣子的人 坐在教會裡面 非常的自在的 跟我們一起享受信仰的生活的時候 我覺得那個才是耶穌當年在傳的福音 那 聖經 的確 而且有人問說為什麼 基督教會特別反對 是因為我們的聖經裡面有七個經文 有談到同性之間的性行為 而且特別是談到男性的 之間的同性性行為 可是那個過程跟背景都有很複雜的因素 他跟我們現在在談的同性戀 同性愛其實是不相關的 他大部分是牽涉了性的暴力 性的剝削 甚至有很多他所指責的那樣的事情 是發生在 這些有錢的貴族 去侵犯男性的奴隸 來展現他的權威 或者是他花錢去買男計 那這樣子的東西 對於聖經的觀念 那個東西是 聖經認為那不是一個平等的性關係 可是我們今天可能都略過了很多很多 我們只看到那個經文講說 兩個男性的性行為 然後我們就覺得說 那這一定是等於同性戀是錯的 可是聖經不是這樣子讀的 我認為聖經是一個信仰告白 它不是從石頭裡面蹦出來的 它也不是一個人生無物的操作手冊 什麼是信仰告白 是我試著把我對信仰的體會寫下來 比如說如果我今天寫作文說 我的爸爸 我可能會說我的爸爸對我多好 我心目中我的爸爸多有愛多慈祥多偉大 但是我的爸爸如何 跟比如說智貞哥的爸爸有沒有衝突 沒有啊 這就是信仰告白 我們對於我們自己所認識的上帝有不同的觀念 聖經裡面你可以看到真的有非常多的視角和 甚至是彼此衝突矛盾的東西都留在裡面 那就表示它不是一個權威的指引 它要我們從當中去辨認出信仰核心的精神在哪裡 那當然很大一部分聖經是猶太民族那個時候在塑造 這個想像共同體的工具 所以他有很多政治性的經文 那個也是需要仔細去解讀的 那對於耶穌來講 他的時代並沒有世俗的概念 他並沒有所謂聖俗二分 所以凡是信仰的東西一定是與解放與平等與付出跟無私的行動是相連結的 他所談的信仰從來就不是個人的道德多高尚 當然也更不會去談說個人在床上做什麼行為 好那我剛剛也談聖經是給特定時空背景的讀者 那耶穌在傳道生涯當中他從來沒有談過同性戀 那第三個很重要信仰或教會的傳統不等於聖經怎麼說 在場有基督徒我很愛問很多基督徒一個問題 就我們聖誕節快到了 我們聖誕節的時候都會演很多教會都會演戲嘛對不對 演戲演什麼也演出降生的故事 有嬰兒耶穌有馬曹還有什麼東方三博士來獻禮物 我都會挑戰這些基督徒 你現在翻聖經出來給我看 哪一節有說到三個博士 沒有沒有任何一節有說到三個博士 那為什麼會大家都對三有三個博士這個印象呢 因為教會從小就這樣子講耶穌降生的故事給你聽啊 所以你自己再重新去讀的時候你很自然就會把那個東西腦補到經文裡面 那這個就是今天的基督徒在讀聖經的時候出現的很大的困難 就我們有太多的教會傳統擋住了我們直接去看經文的眼光 所以其實你知道那段經文講的是東方的博士來送了三件禮物 黃金乳香墨藥 但是我們腦補成什麼三個博士 那每一年聖誕節都這樣也大家也就這樣子相信 所以我問的時候大家回去查聖經都 真的耶聖經沒寫 很多時候如果你拿掉那個教會給你的眼鏡 回去看經文本身 你就會發現很多東西都跟今天教會教導的完全是不一樣的 好 那我也很愛挑戰他們啊 就是今天女性都可以擔任神職人員了 叫女性閉嘴不可以講話 也是明文寫在聖經裡面的喔 但是今天你們這些反對同性戀 站出來反對同性戀有一位趙小英牧師有沒有 趙小英牧師是女性啊 你今天為什麼可以做牧師 你為什麼可以做傳道人 你為什麼可以站在教會的台子上說話 聖經的經文裡面有說了 女人不許施教 女人要在聚會裡面靜默 那今天你們可以接受女性做傳道者 為什麼不能夠接受同性戀者 你們當你們在詮釋說 女性保羅不是那個意思 保羅是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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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今天我們女性可以做傳道人 同性戀也是同一回事 你重新去讀經文 你就會發現同一套詮釋 用在談同性戀的經文上面也都通 只是他們不願意去做這樣的詮釋 或不願意用這樣的角度 重新去看那幾節經文 這個是我喜歡的一個德國的神學家 他談了這個三點的這個神學的反省 那他其實在談的是 我們的信仰已經被父權的文化控制了太久 所以完全是一個父權權威跟孩童式的宗教 那第一個是接受一個操控我們命運 並且排除我們自覺能力的無上權利 然後呢人類就會開始服從於這個權利的原則 而不需要愛或正義的道德的合法性 所以為什麼現在護家蒙在你講愛的時候 他就會跟你講不行還有神的公義 我不管愛不是最大的 因為對他來說服從 服從這個規則 遠比愛要來的重要 那他們也是不相信人類 也不相信人類有獲得真理跟愛人的能力 好最後 基督徒如果在場 我們可以怎麼做 我認為信仰尋求的是愛的可能性 而不是權威的指引 我認為基督徒今天該做的是 將這個所謂的福音從教義 那種基本的教義 從護教這種學說當中解放出來 我們要把公共性還給神學跟教義 耶穌在地上是一個非常激進的社會革命者 他是突破所有框架的 他是刻意去挑戰當時社會的所有秩序 挑戰到最後他被釘在十字架上 然後今天你們這一群宣稱是耶穌的跟隨者的人 你們一直要把人塞回某一個框架裡面 這到底是出了什麼回事 我們真的是要好好的回去思考 到底今天的信仰的整個傳講 跟整個信仰思考的體系 是為什麼會導致到今天的種種的迫害 那這也是我剛講的 耶穌的傳道是打破價值跟體系 打破二元 而且他是解放所有的價值 那這個解放的過程 我覺得給人解放這個過程 才配稱作福音 所以這段日子你們可能會看到少數的基督徒 或者是少數的基督教牧師 站出來說我支持同志 我支持婚姻平權 他們是抱著耶穌的這樣子解放的信念 他相信把人的尊嚴和人的權利還給人 那個才是耶穌當時交給我們的福音 不是今天你們過在教會裡面 然後發明了一套那種自爽的信仰語言 那個才叫福音 不過回過頭來對於互加盟來說 我認為台灣的現況 因為美國的宗教右派在這一次的川普的競選 你已經發現他們知道窮途末路了 他們在找別的出路跟方法了 但是台灣來說我們因為才剛開始萌芽 所以我認為婚姻平權法案的推動 才真正帶來了台灣宗教右派的發展的高峰 而且未來可能十年二十年 我們都要繼續面對在性別平等教育 傳統性別角色的解放 種種的我們會一直的短兵相接 他們2018年去選舉 而且很好玩 他們選舉的TA鎖定的對象 都跟綠黨、盛民黨是高度重疊的 他們鎖定的通通都是這一群非國民黨傳統派系的知識分子 跟中產階級 只是這兩群人可能對於人生的信念完全不一樣 那隨著他們進軍地方議會 隨著他們想要漸漸的去競選更高的中央的職位 我們未來還是即使婚姻平權能夠順利這個法案過關 未來十年我們可能還是要繼續在每一個校園裡面 每一天的生活裡面去面對他們繼續散發出來的這種歧視的語言 那這些東西很難化解 有時候只有透過去了解這個人背後他為什麼恐懼 有一些老年人他們之所以能夠站出來支持婚姻平權 是因為他的孫子跟他說阿公阿嬤我是 那他因為那個疼惜不是因為道理 他願意放下心裡面那個恐懼 所以他會願意跨過那一道線那一道牆 可是面對其他的互加盟 我覺得短時間我們可能還要在戰場裡面非常長久的時間 尤其是我們很不幸的碰到全球幾乎都是往右轉往極端轉 美國今年是川普當選 那德國跟法國接下來選舉也很可能是比較右派 甚至是比較極端的政黨會大量的得票 所以這樣子對於性別的少數或者是對於女性 或者是對於種族的總統衝突 接下來我們可能還要在全球各地繼續的去看到 那互加盟只是當中的一個縮影發生在台灣而已 我先就在這邊停下來了 不然我會沒有時間跟你們互動 謝謝 非常感謝喬瑟芬他的一個很精彩的分享 剛剛談到這個互加盟的這個源起啊什麼的 美國右派等等 那其實我一直覺得說 台灣不斷在複製美國經驗這個東西都不知道是好還是壞 因為我們很多東西在學美國你知道嗎 好像台灣人本身就有個美國夢 包含有一部分的台灣人也想要成立 成為美國的其中一週嘛對不對 那所以說 我覺得因為美國有一個很嚴重的 像剛剛提到這個美國右派的這個保守右派的狀況 那其實很 我知道在有一些政治研究裡面都在談 我關於這個叫做Moral State 就是道德國家的問題 其實台灣就一直在走向這個道德國家這條路 你有沒有發現 然後尤其是這個互加盟的路線也是 然後因為為什麼 因為他可以開始 我覺得現在最可怕的是全面的從各個領域 剛剛提到好像七大領域對不對 從各個領域開始在奪權 我覺得這個就是某種文化霸權在奪權的運動 那這些保守的基督教右派的團體 開始在透過這種各個領域的奪權運動 其實我覺得真的尤其包含 剛剛提到政治領域 我就覺得對啊我們台中也有 興旺盟有一個 很形象很清新的 一個年輕人然後代表 興旺盟要出來選 而且現在持續還在經營喔 在北區還是北屯的樣子 北屯對 我不知道是你講的那個區域 就是說百分之十的 因為那邊好像有很多軍公教 那我覺得這個在各個層面裡面 我覺得真的大家要特別去關注跟關心 那我覺得 我是不是先直接再請 因為我們時間上的關係 我先請自身 做針對今天的這個 互加盟大解密 我們做一點回應好嗎 大家好 因為我們時間不多 那我就很簡單的 稍微講一下 那我先那個 先回應一下 剛剛 Joe他講的一些東西 他也是有點補充 那譬如說在講這個 台灣的這個本土教會 其實天主教他 1949年以後 他的那個整個中國的這個 這個主教團 依賴台灣 其實相當程度是把本來 屬於本土天主教的 蓋過去 所以其實後來的天主教 在台灣的發展就是比較還是屬於 是中國那邊的 那邊的這個這個這個 天主教的勢力 那所以 最後只剩下這個 長老教會 算是真的是比較本土的這個 這個這個 教會 那另外有講到說這個方言 那方言這個東西 可以跟大家解釋一下 在聖經裡面 在這個國語教會裡面 這個除了林恩教會他們 他們在講方言的時候 就是那是一種 對他們來講那是一種 我被聖靈充滿的表現 我會講方言好像變成 是我高人一等 這等下跟我講的會有關 那可是實際上 在聖經裡面所記載的方言 的作用不是這個東西 在聖經裡面所記載的方言 是在一群 來自於各個不同世界各個不同地方 的人聚集在一起的時候 這些使徒開始講方言 講的方言是這些人的自己家鄉的語言 所以這些使徒在講方言的時候 是要讓人家聽得懂的 而不是講一些人家聽不懂的話 他們講的方言 是要去讓人家聽得懂 你是從這個國家來的 我會講你的語言 然後我把福音傳給你 是那樣子的一個作用 所以現在我實在不懂 為什麼這個方言演變到今天 會變成是一個 等於是來show off 說你看我會講 那樣子的心理 那是非常奇怪的 那這個 剛剛Joy有講到說 這個教會猶太化的問題 必須承認 這可能跟我們林口長老教會 有點關係 林口長老大概是第一個 把這個猶太化帶來台灣的 那時候大概在1999年 我們教會有個陳長老 他從以色列帶來七隻羊腳 你看到現在羊腳 大家在那邊吹 吹很高興 那時候是我們那個陳長老帶來的 他帶著羊腳呢 他就帶我們教會一群人 跟一些牧師 然後每天 連續七天去總統府繞 為什麼羊腳 這個是跟聖經的故事有關係 就是猶太人就是要攻打一個城 叫耶利哥城 那個城很高 攻不下 所以他們就去繞城 每一天繞一圈 每一天繞一圈 第七天繞七圈 然後再到 繞完地 每次繞的時候都會吹羊腳 然後到第七天繞完的時候呢 然後大家就 本來就是不能講話的 突然就 就就就就就就 就開始大聲的這個這個叫 然後那個城就倒了 所以那個 那時候我們陳長老 跟那些牧師他們也是一樣 到總統府去繞 繞繞 繞了第七天以後呢 然後然後也是吹羊腳 繞完以後大家就 噢 國民倒火倒 然後兩千年就真的倒了 那可是這個 所以那時候拿羊腳的這個 以色列化的那個 那時候的那個目的 跟現在的目的 是完全不一樣的 可是Anyway 我們林口長老教會 其實算是蠻進步的一個教會 你如果發現 你如果現在去查 綠黨 你去查綠黨 的創黨的黨員 有一半是林口長老教會的會員 好Anyway OK好 離題了 好我今天想要跟大家講的是說 OK 我可不可以先請問一個 比較可能比較私人的問題 在座 如是基督徒的 可不可以舉一下手 是 是 是基督徒的 如果覺得 不好意思 沒有關係 廣義來講 只要是有受過喜的 好沒有關係 可能有些人會覺得不好意思 我可以完全了解你們的這個心情 因為 因為其實過去 比如說30年前 我小時候的時候 那時候 如果你講 你是個基督徒 那時候 給人家一半印象 是什麼 是說 你很科學喔 你這樣不迷信喔 是那樣子的 給人家印象 是那樣子的一個印象 如果你當時講 是基督徒的時候 現在你講基督徒的話 你是 你是 弱智喔 你很迷信喔 結果 給人家完全一個顛倒的 的一個想法 為什麼會這樣子 那說實在的 作為一個基督徒 我非常痛心 我很難過 說 我的這個信仰 怎麼會被污名化成這樣子 所以我現在想 今天想跟大家想要分享的是 就是說 在我 因為我現在 這個信仰這種東西 我認為是很個人的東西 這個沒有辦法說 宗教只不過是 協助個人在追求信仰 宗教本身不是信仰 宗教跟教會都不是信仰 信仰是個人的 可是 我們在一個群體裡面 可以幫助彼此 來追求這個信仰 是教會的目的 OK 所以 所以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 說 我認為的基督教的信仰 應該是怎麼樣 那 首先我必須要先跟大家分享 就是 剛剛其實 也有稍微提到 就是說 為什麼現在這個 我們看到的 這個 所謂的基督教主流 或是我們講的 國語教派 他們 或甚至 大概一半的長老教會 為什麼會 演變成這個樣子 除了剛剛就講說 你如果是在意 穩定 在意 在意這種 秩序的話 另外他們很追求的 成功 要成功 要有錢 要有地位 讓人家 要讓人家尊重我 這個是 他們 非常追求的一個東西 基督教當然講說 我們要永生的盼望 可是 永生盼望 這東西 太虛無了 太遙遠了 你要永生盼望說 我要來加 這個 增加人數 好難喔 這也是為什麼 長老教會後來就 人數就是一直 因為長老教會就是 你要永生的盼望 永生盼望什麼 你死後的事情 死後 我現在就要啊 國語教派 或是現在很多長老教會 看準這一點 所以他們推行一個 叫做成功神學 成功神學是什麼呢 就是說 你只要 夠信 你對上帝 夠有信心 上帝要大大的獎賞給你 所以有那個五倍啊 什麼什麼的那個 鑽石啊 這些東西 都是很物質的東西 可是 你如果是要求這個東西的時候 你的那個信仰觀 就會 就必須要調整 什麼叫這個調整 你就必須要做出 比較出來啊 對不對 欸 我為什麼會比較成功 因為我比較信 因為我信心比你大啊 所以我才比較成功啊 那什麼叫信心比你大 我對聖經 我每天看很多聖經 我每天祷告啊 所以我比你厲害啊 所以就要做個比較啊 所以 可是這個比較的時候呢 這個聖經 它就要變成非常非常的權威 它要變成絕對的 可是這絕對的是誰說的 不是聖經說的 是人說的 是這些人說的 所以這是我講的 為什麼我剛剛講說 張老教會 為什麼這樣子成功神學 在張老教會還是比較難起來的原因 就是因為國語教派 或是剛才這些福音派 或是這些靈良堂 他們的這個 教會的這個結構是由上而下 牧師的權威是高高在上的 你不能去挑戰牧師啊 牧師講的話幾乎就是 就是跟上帝講的話差不多了 你不能去挑戰牧師 張老會不是這樣 張老中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精神 就是他是由下而上 由會員 由會眾 選出長老 長老組成小會 小會去選出中會 中會去選出大會 大會去選總會 這樣子一個由下而上的 所以比較難說 為什麼張老會 到現在對這個同志 還是沒有一個官方的立場 還是沒有 為什麼 因為這個東西必須要 怎樣 會眾的 集體的同意 才有可能會有 產生出這樣的共識出來 所以現在大家還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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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討論 因為有這樣子的由上而下的這樣子的這個結構 讓這個國會教會他們可以去解釋聖經 他們解釋聖經是變成非常有權威的 那這個非常有權威的結果呢 就是說他們可以選擇性的 那就可以利用像剛剛舅講的這個恐懼 對性的恐懼 然後來動員 然後來去鼓動這個會眾 那可是其實他們這個甚至非常選擇性 剛剛已經就已經有講過 比如說這個 所羅門有一千個妻子啊 然後大衛有這麼多 這些以前的這些信仰前輩都有這麼多妻子 他們都不講 甚至呢 說實在的 你那個 在立位記所記載的說這個同性 這個是一個罪 你去看那個立位記那一章節 這個罪跟什麼罪放在一起呢 跟你這個穿的衣服 是不是兩種布料混在一起的罪啊 你有沒有吃有帶殼的海鮮啊 是跟那種放在一起的啊 所以這種罪其實是 看起來是屬於這種生活上的小罪啊 你知道什麼是真正的大罪嗎 十戒大不大 十戒夠大了吧 好 十戒第四戒是什麼大家知道嗎 不是要所安息日 什麼是安息日 就是第七天要休息 你知道我問你們 禮拜一到禮拜天哪一天是第七天 禮拜六 禮拜六才是第七天 禮拜天 禮拜日其實是第一天 是第一天 也就是說 其實真正的安息日是在禮拜六 而不是在禮拜天 可是為什麼大家現在所有的基督徒 除了安息日會 除了這個猶太教 幾乎所有的基督徒都是禮拜天呢 其實很簡單 當時軍師坦丁 就是羅馬皇帝 他想要借由基督教來控制整個羅馬帝國的時候 他為了跟當時的這個 拜太陽就是所謂的那個Pagan的這個宗教 來做個結合 他做了個妥協說 好啦 我知道你們在太陽日這一天 這個禮拜是一個對你們很重要的事情 那我們就把這個移到太陽日好不好 什麼是太陽日 Sunday Sunday 我不是開玩笑 你們有在開玩笑 不是 Sunday 太陽日 那是在派太陽神的日子 所以 這個教會從四世紀開始 就已經違背了十屆的第四屆 違背了一千六百年耶 哇 這個不是罪 這個沒有問題 可是跟這個 跟這個 穿不同布料的衣服的一樣 同等的這種罪 我把他當作是最重要的 那這個 就讓我們想到說 為什麼這個 基督的信仰 到底應該是要怎麼樣 那對我來講 對我來講 基督的信仰 永遠是在追求這個過程 而不是在追求結果 什麼意思呢 我們來講禱告好了 基督教禱告 對基督教來講 禱告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那當我們禱告的時候 我們要禱告什麼 在國語教會 他們會跟你講什麼 你想要求的你就跟神要 甚至有一個很有名的 那個叫什麼 那個 Joe Austin還是什麼的 那個 那個也是一個 活出美好的那個作者 他在他書裡面講說 他說他有一天經過一個大房子 然後他就是經過 他說那房子好漂亮 然後他就在裡面 他在內心禱告上 啊神啊 我真想一個像這樣子的房子 結果他說兩年後 我會有一個比這更大的房子 他就在證明說 你看我的禱告是有用的 我的禱告是有利的 所以這些 這個 這個現在教會就是教導 這樣子 你要這樣禱告 可是如果 我們基督徒 我們相信說 這個 這個 這一切 是上帝的計畫的話 那你 你禱告求這個東西 上帝會為你 這樣子要改變他的計畫嗎 這不是很矛盾的事情嗎 OK 如果你真的相信說 上帝他的計畫 就是按照這樣去走的話 那你幹嘛去求結果 因為無論如何 就是會這樣子發生 那你為什麼要去 去求那個結果 所以與其去求結果 我們應該去求過程 我們應該去求自己的態度 這才是 我們 像我有兩個小孩 我是兩個小孩的爸 這個是很流行的 我兩個小孩 我在跟我小孩講說 禱告的時候 我怎麼叫他怎麼禱告 我說 好 你明天要考試 你要怎麼禱告 啊 神啊 給我一百分 不是 你求這樣子 我說你絕對不會拿一百分 我說你要說 神啊 請你讓我在 我複習的過程裡面 讓我可以專心 讓我可以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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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認真的 然後把我學習的東西 記在我腦海裡面 然後呢 接下來 我考出來的什麼成績 我交在你手上 我把結果交在你手上 我把結果交在你手上 我 這個不是我 我只能 行李給我力量 讓我有這個力量 去做這個事情 可是結果怎麼樣 這個是神來決定 這個是我們基督徒的一個 應該要有的信仰的一個態度 我舉個例子 這個我認為我們這個信仰 我們基督教信仰 不是在教導我們怎麼成功 而是在教導我們如何去面對失敗 如何去面對苦痛 這個是 這也是我們基督教信仰非常重要的一環 我舉個例子 曾經有一個美國的這個 算是一個實業家 他到英國 然後等著他的太太跟他的四個女兒 到英國去跟他會合 這是19世紀 那當他太太跟他女兒呢 坐這個渡輪 這個經過大西洋的時候呢 他搬船 然後呢 四個女兒全死 只剩下他的太太再到英國去 對不起 然後他呢 跟著就從美國也坐船 要到英國去跟他太太會合 當他坐的船 到達了這個 那個他女兒 船難的地方的時候 他做了一首詩 然後這首詩裡面講說 雖然我的這個心 這個痛苦如海浪 但是主賜給我平安 求主賜給我平安 他寫著非常非常美的一首一首歌 這首歌現在收入是在台語聖詩裡面 三百四十七首 有時我們見過 美麗 親情美麗後期 這個是一個非常非常美的 你們可以去聽 這就是信仰的力量 如果你們現在看電影 有沒有 現在電影裡面有一個 剛好有一個在上演的這個 中文翻得很爛 叫做鋼鐵英雄 推薦大家去看 這裡面也是一樣 有一個基督徒 他剛好是安息日暉 基督徒 他在二戰的時候 他堅持不拿槍 他堅持不殺人 可是他願意參戰 他參戰的原因是說我要去救人 我要去救人 可是他在這個訓練過程 就被他的同袍怎麼樣 描 就是 就是 就是藐視 就是說 你是一個 這個膽小鬼 結果他真的到 打戰的那個 那個到 那個 OKINAWA的時候 在打仗的時候 他在一場戰役裡面 救了75個人 單獨 救了75個人 他沒有拿槍 可是你看 你在看他的這個 一生裡面 看他的電影裡面 他雖然有這樣子 這麼堅強的信念 可是他從來不會把這個 他的價值跟信念 加諸於別人 這個信念是他自己的 這個信仰是他自己的 因為他知道 他深信這樣的信仰 他是要來帶美好給這個世界的 可是他也知道說 這是他的信仰 他不應該把他的價值 加諸於別人 所以他 其他人要怎麼樣 其他人要拿槍 我尊重你 可是我不拿槍 所以 OK 所以我最後想講 就是說 基督教他是一個 國語教派他們在強調的 這個成功神學裡面 變成說 如果神在這邊 你跟神之間的距離變得很重要 你靠神越近 你怎麼樣 你獲得的獎賞越大 這個是一個他們的邏輯 可是其實基督教真正的信仰 不是這樣子的 因為為什麼不是這樣子 因為 這個 如果我們 譬如說 好 這個 總理 他 他比我離神更靠近一公里 好像很遠 好像比我靠近很多 對不對 可是當我們知道說 神其實離我們一百光年的時候 他 我跟他離一公里 變成怎麼樣 沒有意義 所以基督教的信仰其實 在乎的不是距離 不是你跟神的距離 而是你的方向 你的方向是否有面對神 那才是重要的 這就是我講的 不是結果 而是那個過程 耶穌在他的這個比喻裡面有講 那個葡萄園的比喻 今天有一個人早上 然後到這個 早上就進去葡萄園 跟這個一小時前進去葡萄園 他們所獲得的獎賞是一樣的 因為他們都選擇進去的葡萄園 而不是他誰做比較多 而是他們都選擇進去葡萄園 這才是 這才是重要的 那聖經 我們要怎麼樣看聖經 因為聖經裡面 這個 國語教會裡面講說 我們這個聖經 講的就是無誤的 沒有 就像舊講的 聖經還是一個信仰告白 那對我來講 聖經是一個 這個信仰前輩 在追求神的過程裡面 成為我們的一個指引 什麼是指引 我講一個 比如說 在過去的時候 女人是什麼樣的地位 是一個等同於財產的地位 那可是呢 在這個摩西裡面 這個聖經裡面 這個民宿記裡面有記載說 摩西他對於 有兩個這個女兒 來跟摩西講說 我們父親死了 這個財產是否應該歸我們 然後摩西才覺得說 對 這個財產應該也要 也要把女兒算進去 而不能只算兒子 立了第一次說 女人其實也應該有財產權 然後再加上這個信約 信約講究是愛 然後他這個 把過去的律法 這個給推翻掉了 我們看到什麼呢 我們看到說 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看到 我們看到不同的點 如果我們把這不同的點 從過去到後來 去連一條線的時候呢 就會有一個什麼 有個方向出來 我們在乎的不應該是那個點 因為這個點 其實很多是不make sense的 比如說一樣在這個 舊約裡面 這個上帝曾經因為 以色列人沒有把這個 小孩 女人全部殺掉而罰奴 這個怎麼可能會是我們 相信的上帝呢 不可能 怎麼可能會說 你們以色列人竟然沒有把這個 這個小孩殺掉 而且好 那現在呢 你們要把所有的男人都殺掉 然後呢 女人呢 只要不是處女都殺掉 然後呢 只留下這個 還是處女跟小女孩 然後呢 可以分發給你們 做你們的奴隸 這個是 舊約聖經裡面 所記載的神啊 神這樣子講啊 如果我們是看這個點的話 那這種神我一定不要 這種神我一定是唾棄的 可是我們今天不是看點 我們今天是看不同點 所連接起來的線 這個線指的是什麼方向 我們是看這個方向 可是這方向最後到哪裡 我們不知道 我們永遠不會知道 我們作為人 我們永遠不會知道 我們只能努力的往那個方向 去一步一步的前進 就算我們知道說 離我們太遠了 我們永遠 永遠達不到 我們還是要一步一步的往前進 因為這才是我們永生的盼望 永生的盼望也不是說 天堂 我們到天堂 然後有這個金玉蓋的皇宮 不是 就是我們可以離神更近一點 我們可以 可以離真理 離這個真的再更靠近一點 這是我們永生的盼望 好今天分享到這邊 謝謝